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 今天我们第一次要详尽报道的就是无人机的战争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这次战场上很关键的其实是双方大用无人机 在乌克兰这边他们用土耳其制的无人机 破坏了俄罗斯军队的坦克卡车 这样子成功拖住了俄罗斯军队进攻的脚步 而俄罗斯呢他们也用侦察式的无人机 能够探查乌克兰军队所移防的最新位置 而美国承诺要提供乌克兰100套弹簧刀无人机 在报道里面我们会详尽了解 弹簧刀无人机为什么可以让现在气势领先的乌克兰军队如虎添翼 因为它是一个轻量型 这种无人机体积小 但是用完就丢容易发射 非常吻合乌克兰军队快速小规模作战的形态 在城市战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过去有类似款的无人机 同时据了解目前俄罗军已经先在战场上使用 我们了解一下这场无人机之战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六周 遭俄军占领的车诺比核电厂 现在控制权交还乌克兰 根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 俄军士兵应有辐射污染甚至显量暴动 因此已经全数撤出 俄军2月24号发动入侵后 随即控制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车诺比核电厂 但核电厂员工仍留下监控核安 乌克兰员工透露 俄军在没有防护装备下 开车前往辐射污染最严重的红色森林 掀起放射性落成 也有士兵因挖壕沟受到高级量辐射 甚至传出在白俄接受放射线病治疗 不过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表示目前还无法证实 根据IAEA除了已停用的车诺比 乌克兰15个反应炉 还有9个在运转 包括两个目前在俄军手上的欧洲最大核电厂炸波罗热 俄乌之战外界最忧心的莫过于俄方使用核武或化武 不过现在还有另一项致命武器 就是被称为自杀式神风无人机的游荡弹药 美国版称作弹簧刀无人机 根据华盛顿邮报已被确认出现在俄军攻击乌克兰的战场上 不像大型军事无人机 以每小时数百英里的速度飞越长距离 丢下飞弹后返回基地 弹簧刀无人机体积小速度慢 且一次性用完就丢 以弹簧刀300型为例 重量不到三公斤 可以放在后背包里 发射迅速且容易 以每小时约100公里的速度飞行15分钟 透过机上摄影机和GPS搜寻附近敌方目标 一旦锁定下指令 无人机最快就可以时速160公里俯冲撞击爆炸 无人机在这场战争中无疑已扮演关键角色 乌克兰的土耳旗币拉克塔TB2攻击无人机 成功破坏俄军坦克和卡车 俄罗斯也用无人机侦查无军位置 军事分析家指出 美国的弹簧刀无人机非常适合乌克兰擅长的小型快速移动部队 不容易被发现又可穿透数英里外的阵地 美国已经承诺将提供乌克兰100套战术无人机系统 美国的弹簧刀无人机分为精确攻击人员的300型 和攻击主战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的600型 一旦乌克兰拿到手 将大大提升视距外作战的精准打击能力 且费用相对低许多 300型估计最便宜只要6000美元 相当约台币17万 专家指出 这类无人机将成为现代战争的常态 但也可能使冲突更加致命和无法预测 TV新闻综合报道